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天時暑熱地跟大家電影有讀 各位調查班的同學 Hello 當然只有你們兩個 其他女士有些事做、旅行 我們已經寫了很多次我們女主持的缺席 今次我們這個專題《維尼以我》女生缺席有沒有所謂? 不可以的 都可以的 是否以那個喜歡率來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否男生喜歡為尼多些呢? 會不會的? 其實最主要是我老婆喜歡 女生喜歡多些 你們反而喜歡嗎? 男生你反而不是很喜歡 你不是很喜歡嗎? 一般的 OK的 例如我反而喜歡跳跳虎多些 不是 我是為你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是嗎? 基本上是很麻痹的 那個世界 你如果看上來的時候 那他跟《比德兔》裡面 比德兔女生會喜歡多些 或者《柏林頓》 整家會有一些 《柏林頓》真是寵物 有趣的 這個我想 現在 做《維尼與我》 我覺得 當然要做一個專輯 包括他 因為之前 是不是也是今年來的? 2017和見 就是《再見小紅心》 都是講《維尼》的 話說回來 你們有沒有保持過《維尼》的公仔? 有 好 那你說說 你以前好像 你說 女人喜歡多些 就保持你 齊全 就是 一套套當然有 好像這套 這套 就是卡式版 卡式版 就是說 迪士尼之前 他的設計大概就是這樣的 那 家裡有很多 主要都是我 太太 所以 你覺得 應該是 女人都是很喜歡《維尼》的 是的 我那個時代 我又發覺 很多的 男生 小朋友 真的很喜歡 因為 布公仔玩具 我想 就很快要放下 男生 但是 圍到《維尼》 不知道為什麼 我發覺 有很多人都很喜歡 可能 他那個 形同於 可能我們遲些說的 叫做 紅隱器 裡面 賤紅也要說 教壞人的 賤紅 不過 老大都很喜歡 賤紅 這樣 紅出沒的一個專題 但是 現在講這個 我們這一節 照樣 都有一個叫做 頭蛋湯 我們 跟著 因為 日國際電影節 就開始 這樣 我們 安排 因為 今次那個電影節 裡面都有不少的專題 其中一個專題 我覺得 怎麼都要講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下日國際電影節 現在 我覺得 越搞越 細節 還有很多主題出 分量跟 四月的國際電影節 都不相伯重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的片 越來越多 今次有個什麼主題 主題是很值得講的 這樣就 一擺出來 大家都明白 就是 細田首的 那個 那個作品 你們有沒有看完 細田首的 那些電影 提集班 看不完 只差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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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今次 你會看到 有五部的作品 來推出 包括那個 超越時空 超越時空 超越時空的少女 那你再說 接著就是 《夏日大作戰》 我沒有看那一部 就是 《狼的孩子》 《雨和雪》 另外就是《怪物之子》 另外一套 將會 應該正式公映的 就是《未來的未來》 這套 是 那樣就是 在這個八月那個時期 我們剛剛這個節目出街 就已經開始做了 還有今次 細田首 都會來香港的 是呀 就差了一個 叫大師班 這樣 對於細田首 你有什麼 覺得是可以 值得介紹給大家的呢 有些聽眾的朋友 可能 我想如果 如果說那個 叫做動畫的 那個大師 就像公其進 細田首 也是其中一個 我想 都已經在香港 上了錄了 那麼 你有什麼 介紹 推介給大家 說這個細田首 我覺得她的動畫 跟公其進 很不同 公其進會 有少少那種 就是 老少嫌疑一些 不是說她那些 有些偏風的東西 但是 我覺得她會偏向於 有些 青年一點的感覺 因為很多時候 主角都是一些 已經是中學生 高中生 那些 跟公其進 那種方向 有少少不同 你說那些 就是新海城 味道 對 新海城 跟細田首 有什麼特別呢 有什麼分別呢 我覺得新海城 她會多了 可能有些人說 那種 是否宅男 那種味道 新海城 那種電影 但細田首 我發現她 又似乎大包圍一些 就是沒有那麼窄 那個範圍 你現在看了 就是 那個狼的孩子 語以語說 就沒有看了 近期那部 《怪物之子》 都有供應的 你可不可以 可以 其實我記得 我們好像有 很興奮的 這個題目 嗯 這次 變成一個專輯 和一個叫大師班 那個 來做 做那個 夏日電影節的專題 還有 它最主要 這個《未來的未來》 其實《未來的未來》 你會看到這張海報 是跟那個叫做 《穿越遭空的少女》 很像 很像 不過多了一個小朋友 拉出來 有趣的 這個故事 還有 因為都是說 《穿越的未來》 《卡通片》 《穿越時空的少女》 我們之前也提過 原本那個小說版 和《真人》的拍攝版 電影、電視劇 很多套 都不同了 《穿越時空的少女》 我不知道你們會怎麼看 因為我就是 電視版 和電影的兩個版本 即《真人》版的兩個版本 我也很喜歡 但是《穿越時空的少女》 看見這個卡通片 抵得我哭 最終於是 那段 即是不斷想回到 那個時刻 是很特別的 那他 在細節的處理 就把整個故事變得不同了 這個 其實你們兩個 都會有畫卡通的 對於這種視覺 我想 是不是細填手 即是如果用一個 叫做動畫人 你看 就更加會有不同的 會不會呢? 頒獎你來講一下 那些畫風比較小一點 還有一些像現實一點 還有它裡面的說話會比較陽光味重一點 跟剛才說的那個 龔其進 不是 新海城 熱血和陽光味重一點 這次的專輯將它最重要的作品做出來 尤其是Will 你沒看過《狼的鞋子》 就一定要看 那部是很厲害的 講那個叫做日本的狼文化 你知道他們都是犬神狼 是他們的一個遠古的一個圖騰 我覺得這部電影裡面它牽涉到很多日本的民間世界 古文明那些細節 還有血親那些實在是很棒的 《怪物之子》我覺得有一些陰脈相連 我覺得這次的大包圍 藉著未來的未來 加上世田首歌也會來的話 其實大家都不要錯過這次的專題 為什麼會找他做開始呢 都是跟動物有關 我們這次就說說《圍梨與我》 各位聽眾朋友 你們有沒有看過《圍梨與我》呢 因為當這個節目出來的時候 我想大家可能也有些聽眾朋友已經看過了 我想問一下兩位主持 你對這個《圍梨與我》 你們都看過了 好 那你又說一說你們的第一節通常都是這樣的 說一說用一個片面之言 或者是整體來說 《圍梨與我》你又覺得怎樣呢 讓Vills先說吧 我覺得跟我開始預期有些不同 因為開始預期它會是好像 裝以前的迪士尼動畫那個 變成真人化 甚至乎造型都可能會很迪士尼那種 但想不到它又會回歸回去 可以說是原作那個味道 即是它們所謂的卡食的造型 還有就 雖然可能這個故事 我想大家會覺得 有一點像 即是很四平八穩 很正老的感覺 但我覺得 可能我們不知是否有些年紀的人看 其實會感觸一些 即是有些位置 即真的會感覺到 因為 我也專程找回我自己的櫃桶 有一隻熊仔藏起來 都爛生爛世 即是我也會感覺 原來我很久沒有拿出來看過 那種感覺 其實我覺得這套戲是有給到我這件事 你覺得它四平八穩 我想很多聽眾朋友不太明白 整個故事 即是如果你是喜歡看《維尼與我》 或者《維尼卡通》那時候 它這個部份是它沒有說的 《真人版》那個 它就說的那個Christopher Robin 是大了那個時候來的 即是跟那個卡通 不是那種改編來的 我覺得這個模式有些像 之前很多年前 就是Peter Pan那時候玩過一次 《鐵偶船長》 是的 《鐵偶船長》那個 其實有點像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位置沒有太大的驚喜 還有因為之前 稍後我們會再賴到說 譬如《戰紅30》這套電影 其實它已經突破了這一類模式的東西 我覺得如果相比它就會好像保守了一點 即是相比就會是 好 它說這樣 即是你這個那個說法 即是沒有說到它的那個時代 因為這個《維尼與我》 它就是 其實有一點有趣的 因為Christopher Robin 就真的存在的 是的 現在它已經存在 它說它就是在那個差不多現在計算上來 是多少 剛剛戰後五五幾年那個時期 五幾或者六二 讓我看看 六一年的 它有的 它那些資料也有說的 六一年那個時候的一個故事 這樣就 所以整個戲 你會看到 它有一件事就跟電勾船長會不同 那麼我們可能一會再細節一點說 那麼 那麼 班長 那你呢 你又怎樣看這個《維尼與我》 我看這套其實覺得有一點點傷感 因為其實它說是一個小朋友 大過了 迫於無奈 因為環境 變了它要 有些小時候童年的東西 就要放棄 結果見回她的朋友 維尼之後 但是她的關係變成好像 喂你走吧 即是你不要妨礙我 變成我覺得有些傷感 對於一個 即是現在現實社會來講 即是好像我以前那些 所有的童年 所有的逼 就是因為生計 所以就不見了 那麼 當然啦 就跟鐵勾船長那個是很類似 其實鐵勾船長都是有這樣的想法放進去 所以就現在 現在我們那一年 你來看 其實都很有共鳴 那以那個戲來講 那就是譬如你一說 就是一個故事 都深入了 就是跟卡通片是很不同的 但是你進去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看過的場合是怎樣的 你有沒有發現那些小朋友 她看的時候都OK的 都很喜歡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很多時候 有很多時候 她看那裡 看到維尼雄出來的時候 她都很喜歡的 因為維尼雄的性格就很不同 基本上卡通片裡面來講 就是迪士尼的卡通片都做出來的 你會看到這個維尼雄 她以後都很強調的 就是說維尼雄她的腦袋很小而已 所以她想的東西不是很大的 所以她在裡面 你不要當她是賤紅 就是那類的東西去想她 這個她很保留那種味道 在這裡 就算這個就有點神奇了 就是真人世界裡面 那裡來講 她找回那個Christopher Robin 大過了 因為有些東西 因為她看到那些朋友 不知道為什麼不見了 就去找她 要她幫忙 而Christopher Robin 就不打算在倫敦的街頭 看到維尼就會出來找她 然後逼著跟她一起回去 那整個故事 你會看到 有一件事就是 她接著了那個故事動脈 我想剛才也提過 她剛剛在年頭 有做那個叫做再見小雄心 她就像那個再見小雄心 這個傳據電影 不如趁這個時候 你也說完這個再見小雄心 告訴大家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看了維尼與我 覺得她也有趣 整個了解整個故事的話 其實現在已經出了點了 這個再見小雄心 我們剛剛年頭的時候有看過 是的 你們也可以介紹這一部 我們去第二節 這套其實跟現在這套維尼 我覺得就更加有一個傷感 因為她裏面說她這個小朋友 很多同聲的遭遇 我覺得是 小時候很出名 但是她的父母就利用她的知名度 去賺錢 不論她是否真的有意這樣做 或她的父母是否真的有意 當她搖錢樹還是怎樣 但是始終她童年就已經變了 變了一個公眾人物 她就變了一個父類 對於David說 如果兩部戲的比較 你們來看 維尼與我和再見小雄心 這個有些傳記片的味道 另外這個就是 好像鐵歐船長那種 其中一個小朋友已經大了 兩部比較 你喜歡哪部多些呢 班長 我會喜歡再見小雄心多些 因為她說的深度 和她說的人與人之間 那些父母和兒子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會比較好看 比較立體 Wills呢 怎麼看呢 很難選擇 因為我覺得是互補的 因為一套就 我這樣看 叫做虛中有實 一套就實中有虛 因為傳記那套 其實根據歷史說 其實都不是完全真實 她說的那部份 而且她說裡面的角色 其實很有趣地方 因為那個小朋友 經常不斷 她自己稱呼自己為 Bill the Moon 就不承認她自己是 Christopher Robin 因為她那個其實是 一個故事的角色 但我們看到 維尼宇那個 她正正講過 就不是真實那個 Robin 其實是故事裡面的Robin 所以她裡面那個 竟然又講回她 來到倫敦那個現實世界 其實我覺得 那是一個互補 兩套片 所以我就發覺很難選擇 即是你兩套都可以 兩套都可以 都喜歡 我覺得一定要一起看 我覺得也是 有很多些 如果 維尼的粉絲 你會覺得近期 維尼都突然變成 有賴於我們內地 現在她說上面不能做 不能做的那個原因 大家都會知道 聽新聞也有聽到 這個變成一個搞笑的一個話題 純粹也挺像 我覺得 還有維尼 我想大家喜歡看維尼 她跟一般的卡通 一般的熊仔故事 是很不同的 你說她是很小孩子 她又不是那麼小 但你說她很大人世界 她又不是大人世界 是呀 變成了 維尼就是維尼 我們下一節回來 深入的說 其實這部戲 我覺得 她就算拍起來 就跟一般的 從一個叫做 漫畫 繪本 小說 改編了做卡通 跟著變成真人電影 過程有很大的分別 我們下一節再跟大家說